歡迎回到財經新世界 要找出租的房子管道很多 但是租屋要遇到好房東 可就要看運氣了 社會新規人第一次租屋 要注意的Mega 有哪些又有哪些權利 應該爭取呢 我們來看這個報導 現在網路發達 不管是用手機app 或是房屋出租網站 找房都很方便 找房容易 但選到好房東可不簡單 這邊客廳的話 空間你可以看一下 方方正正的 新鮮人第一次租屋 該怎麼當聰明房客呢 律師提醒 可以分人事實地物注意 人的部分要注意房東 就是房子的所有權人 如果是房仲或二房東 也要請他們出示所有權 證明文件 租金部分要說明 是否包含水費電費 或管理費 再來就是租屋期約 通常簽約都是一次簽一年 押近兩個月 若超過兩個月就不合理 而租屋的範圍 有沒有包括停車位 屋況部分有沒有漏血或病癌 新鮮人都要注意 我們建議就是用手機 或者是這個數位相機 去拍一下這個房屋的四周 包括油漆 油漆的顏色 那有沒有髒屋 或者說現在的 牆壁有沒有病癌等等 這些都可以來拍照純正 家具或家電的話 那也要特別注明 用表格的方式來證明說 家具的使用狀況如何 有沒有重駐 有沒有損壞 有沒有缺繳 其實這些契約內容 在房屋租賃契約書上 都可以看到 不過密密麻麻一堆文字 新鮮人容易忽略 而律師強調 最該注意的 就是稅費負擔部分 畢竟有些房東 他可能希望房客 他不要去申報稅務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 也必須要在簽約之前來去做一個溝通 每個月繳的租金 其實在申報索得稅時 可以拿來扣頂 不過大部分的房客 都不敢拿來報稅 原因是房東會將這筆稅費 轉嫁到租金上面 而一般市售的契約書內容 對於稅費方面也都規定 甲方也就是房東的稅付 如果因出租以方而增加 增加的部分由以方補貼 房東也許會因此議政延遲 揚言提高房租 但律師建議 房客仍然可以據理力爭 如果說房東跟房客 約定說房客不能報稅 然後呢 如果說你去報稅 導致於我要多幾付這個稅款 那你要負責的話 這個事實上是沒有違法的啦 市面上賣的一些 立稿的這個租金契約 大部分都是為房東設計的啦 那這樣子的條款的話 我們也建議刪除啦 不想遇到惡房東 新鮮人租屋要聰明 把握自己的權力 簽約前確認再三 不要嫌麻煩草草簽名 房中業者和律師也都提醒 現在智慧行手機方便 發生漏水或是物品損壞 可以馬上拍照佐證 如果惡房東百般刁難 善用消費者保護團體 或是法律諮詢服務 才不會一肚子氣難消 還白石悶虧 玉燈TV 文維菱莉玲 台報道 好 我先請教組長 如果我們現在是 社會行政人要租房子 看到房東第一次接住的時候 我們什麼問題是一定要問的 要問清楚 要問清楚的東西好像還蠻多的 對啊 第二可能就是說 我們先要了解一下房東 他到底是不是房屋處有權人 那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會擔心很多東西 他到底是不是二房東 因為我們常常會遇到說 有很多的人 他們可能就是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房東 對 那是不是 還是中介 那是不是代理人 然後這個部分 可能要先了解清楚一下 這可能會有什麼糾紛 如果說他其實是個二房東 或是他是中介的 對 如果他是二房東的話 他就要可能要去跟房東看 能不能出示一下 他大房東同意書 或是在契約書上面 有沒有一個禁止轉租的部分 把它劃掉 因為否則他如果 他並沒有經過大房東 就去做出租的話 或是說他也沒有 大房東同意書的話 到時候房東知道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說 我並沒有把房子 再租給另外那個人 或是說我跟二房東的七元 已經到期之後 那最後面這個房客 他的權益保障在什麼地方 對 那如果像 如果是中介 他到底是合法中介 因為有些中介 他們只拿著他們自己 本來就有的一頁員執照 他並沒有 並沒有掛在 任何一個家中介公司 他並不是合法中介 那到底是不是 這樣就會有一個風險性了 還有代理人 他是不是一個合法代理 他是不是一個 有授權的代理人 那是還有哪些細節 你會覺得房客要注意的 當然一般人我了解 簽租約的確都是去書局 買那個印好的 但是我覺得 那個雖然是法律文字 你在簽約之前 應該還是要仔細看清楚 那如果你想要的要求 跟裡面不一樣 其實裡面都可以付註的 甚至於說你不同意條款 可以把它刪除 但是這個部分 要經過房東 房客兩邊都簽名 那像現在有些房東 竟然要求說房客同意 這個房屋如果以後有修繕的必要的話 要由房客自己負責 那以後變成是說 這個東西你就不能找房東處理 那你這個一簽下去當然不行 這個東西就是你要注意 那個契約細節的地方 那我會建議大家除了簽約 還要去公證 公證就是包括說 你把押金交給那個房東 以後如果這個租約到期 你房子還給他了 這個押金你要要回來 你有經過公證 而且住民禁售強制執行的話 那以後就可以避開 那個訴訟的階段了 對 但是我們如果說要簽合約 剛剛律師有講到簽合約 我們還有哪些細節 是特別要注意的呢 如果說你要報稅 那是不是 那個報稅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有稅金轉嫁的部分 對因為一般是收合約 他不會告訴你說 不准報稅 因為不准報稅 就是違法的嘛 對 但是他稅金會做個轉嫁的動作 那還有就是修繕責任 因為我們曾經看 我有契約他上面就是寫說 房屋有任何問題修繕 就是房客要負擔 可是那東西是無限上綱的 那如果是整個臂癌呢 那房客是不是要花大筆的費用 去修這個臂癌 這變成是個很大的問號 對 那還有就是提前終止的條款 那其實我們會一直在 在跟房東房客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說 有些市售的合約 他不會寫房東的提前終止 那其實那個部分 我會認為他是個退廠機制 因為契約雙方 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要尊重契約精神嘛 因為我們沒有寫提前終止 我們會認定你就是到 契約期滿嘛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中途 有什麼問題 想要提前終止的時候 是不是要經過對方的同意 那如果不同意 是不是一樣到出約期滿呢 那或是說你要去協商 提前終止的一些 違約的部分 那所以當然我們是希望說 如果會擔心這個部分 也把提前終止的條款放上去 賠償多少 那賠償多久 其實這部分要去注意啦 就是不要說 一下我約金要賠償個 大概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五個月 我們曾經最高看到 有五個月的賠償金 那個部分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剛新聞裡面 不是有看到說 有很多年輕人 也許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能不能夠把租金 拿來去報稅 但事實上 在實際上操作面來說 是真的很難對不對 因為房東 幾乎都不太願意 大家去報稅 大部分房東 都是不希望房客報稅啦 所以當然你如果你有這個需求 你就可以跟房東明白講 他如果不願意的話 你就可以去找別的房子 因為其實租屋的選擇 還是蠻多的 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租約 它的使用費用 可能是那個水費 電費 然後地視台 網路 這個究竟是由誰來負擔的 要寫清楚 另外一種像那種分隔的套房 房東竟然會自己去弄那個電表 然後他的那個電費的計算方式 還跟台電不一樣 那你今天去跟他簽個說 人家一度可能兩塊半 你一度簽個五塊錢 這個東西的話 你當然就 就是我給大家建議是 不要說簽了之後 再去解決這個糾紛 而是你在看房子的時候 簽約的時候 就挑明的出來講 那不合你的想法 你就不要去住這個房子 避免以後的糾紛 房客有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住進去之後 結果這個房屋有問題了 那我就通知房東來修 結果他都擺著不管我 這時候大家都想說 我要那個終止租約 那不行啦 法律上只有規定說 這個房子有問題 影響到你的生命或健康 你可以提早終止契約 但他只是房屋有瑕疵嘛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 用純正信函的方式 通知房東說 這個房子哪裡有問題 哪裡漏水了 你應該來修理 假如房東收到純正信函不來修理 你就自己動手修 修完之後你有兩個權利 一個是請房東償還這個費用 他又不給你怎麼辦 扣租金啊 所以其實法律都有提供 一定解決問題的方式啦 對 但是當初打契約的時候 就要先標明好 注意好是不是房東 他願意負擔修繕的責任嘛 沒有錯 這是一個剛剛我們提到的大前提嘛 對 其實在一般的租約 自制合約 其實這點都還算有顧到 就是說修繕責任的歸屬 會是在房東身上 那其實我們在法律上也是 也會覺得這東西 應該是規範在房東 但是在有很多那種 學校跟社會社會 因為不是學校 很多房東他們可能已經習慣當房東 他們就認為說 使用者付費嘛 所以他們就會有些部分 會選擇讓房客去負擔 不過這個部分也要去了解一下 基本上就是說 即便你的租約沒有規定 那你就是回歸到民法租認的章節 他的修繕責任就是給房東 對 所以你就是不要在租約裡面去約定說 由房客來負責修繕就好了 對 但是如果哪些我們要避免簽約的糾紛 是不是有一些細節要提醒大家的 譬如說收據要保留這類的細節嘛 對 就是說你每次付款的收據你要保留 每一次付款 對 就如果說 或是說你寫在上面 因為這些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都是用那種 匯款的部分 那匯款的部分就是你要把它保留起來 對 所以如果說你是轉帳的部分 然後那個上面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日後你真的要去做租金扣體所得稅的時候 嗯 你要付的是租約 對 還有這些收據 對 那還有支租證明 對 這些東西都是要去做租金扣體所得稅的 對 那只是說還有一個部分要提醒 提醒的就是 如果說你們是用轉帳的話 嗯 跟你簽約人 假設是先生 對 但是你匯款是太太 嗯 那最好在租約上面去做一個註明 對 對 免得到時候會覺得 我是匯款給太太 那你到底裡面有沒有租歷事實 這個部分要去釐清一下 不過如果說我想請教 如果說現在有些年輕人 他當初租的房子是這個 比如說我一個月租八千塊 後來房東看了這個房價可以漲 他說他漲到一萬塊 如果你不要的話我就把你趕走 這種東西要怎麼解決呢 呃 法律上規定說 這個租任務如果價值升降 對 你可以去申請調整租金 但他有一個例外就是說 定期租約不在此限 那我們一般都是一年一千嘛 對 所以房東不能夠在這一年的期間 去調整租金 但是房東有可能租約到期說 不調整租金你就要搬走 對 那這個時候就是 房東房子是他的啊 因為到處打契約 也就是時間到了嘛 就是定期的契約 但是租約還沒有到期前 房東沒有這個權利喔 但是房客可以提前說 我要要求解約嗎 呃 你是說 我說如果另外一個情況 對 如果現在是房東要 要沒有權利針對於要漲價 然後就要提前趕走房客 他們其實是沒有那樣的權利嘛 對不對 但如果是房客 我現在住了之後發現 我覺得落差非常大 這個房子我不想住了 我要提前解約 這樣的狀況是不是也常發生 其實這樣狀況其實常發生 因為等於說 因為這樣可能看物沒有看清楚 對 可能我的鄰居可能不是非常的好 或是說我覺得費用收取的部分有問題 對 其實他們要提前中止 因為在我們的排行榜裡面 提前中止是第一個 那提前中止的原因 就是有很多原因串起來的原因 就是提前中止 那提前中止 那就是我們回歸到說 當你七月上 七月上面有沒有提前中止的罰則 那如果有你就照罰則去賠償給房東 那除非是說這個部分已經有影響到 我們的安全健康的部分了 對 那要不然的話 其實的話 他們就是要在違約罰則來去做賠償 但是只是說 我們要希望 要去注意簽約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才回歸到來看說 提前中止罰則 違約金到底是訂多少 就是最怕是說有時候可能房東在你 因為房東常常會跟你說 你就簽約簽名 這條看看 這條看看 直接就簽約了 對 並沒有注意到 我的違約金 既然有高達到五個月或三個月 這個部分 這個有幾個就是說 說的跟寫的 做的要一致 那就不會有法律糾紛 如果一開頭說的跟寫的 就已經不一致了 這個可能有詐 要小心 對 但是如果說房客真的遇到了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 譬如說 有沒有什麼比較特殊的情況是他真的沒有辦法住下去 但我用什麼方法可以保障我自己的權益 如果你今天比如說住進去發現 哇 去網站瀏覽這一間怎麼是輻射屋 那這個要怎麼辦 那這個東西已經危害到生命健康 他就可以直接終止租約 但是如果只是避癌漏水 那就是回歸到修繕的問題 還沒有到終止租約的程度 那如果只是鄰居很吵這種東西 這個的話恐怕沒有辦法終止租約 他可能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住到期間滿 第二個就是像組長說的 這個可能變成是房客違約了 因為這個問題比較主觀 有時候比較難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去做判斷 對 所以可能還是要看是什麼樣的情形 能不能夠透過其他的方式 但是律師我想跟您請教 如果說對於房客來講 因為剛剛新聞看到說 現在定型化期限可能是針對 比較針對房東的角度去製作的 對房客來說現在對於房客租房子 救濟管道多 如果我們房客租房子 有一些需要政府幫忙的地方 或是需要尋求一些協助的地方 目前管道 其實像組長的那個崔媽媽基金會 就是可以提供租者一個專門的諮詢的管道 另外如果房東跟房客之間有發生租刃的糾紛 當然告是最後的手段 對 比如說你可以到當地的調解會去申請調解 看能不能找到一個適當的 妥適的解決方案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可能最後就是得到法院去告 但是前提是你的租約要寫得夠清楚 如果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口頭講得很漂亮 結果租約本身都是保護房東的 那你拿這個東西去告的話 最後吃虧的當然還是房客 對 雖然就是這個自由市場 但是我最後想要請教兩位 如果說對於政府的立場來說 能夠怎麼樣做到 當然我們會認為說租屋這個房子 應該也是實現年輕人 另外一種居住正義 在政策的方面他們還可以怎麼做 我如果講了可能房 台灣的房客都會很羨慕 德國的房東如果隨意亂調漲租金 那是不行的 甚至超過一個程度是刑事制裁 是犯刑法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國家應該要 做這方面的思考 就是說現行的租政策就是 讓房東直接去對房客 說實在房子是房東的 所以房客永遠是站在弱勢的一方 那政府怎麼去訂定一個 公平合理的政策 保障房東跟房客雙方的權益 我覺得這方面 最後會對房客提供比較多的保障 假如說日後有一個健全的政策 房東也不能隨意調漲租金 然後其他各方面也有保障的話 那其實有的人他選擇一輩子租房子 那是OK的 一定要有這方面的保障才可以 好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兩位來賓 來到節目現場為我們提供非常多的建議 謝謝兩位 謝謝 好的稍微休息一下 下段節目單元國際財經 大事